大家早晨,我们开始今天第一段的投资影音分析 投资影音分析,通常每个交易日是有一至三段的 多数都会有两段,如果我没空的时候就会有一段 但是如果市况增持非常激烈的时候,我可能会有第三段 这个免费版本是会在Benny Leung YouTube channel 即我自己的频道,以及经济通的YouTube频道 免费播放的,时间会是下午的4点半 下午的7点半,如果有第三段,就下午的10点半 如果你是想要即使开市前已经收到第一段,即使收到第二段 或者第三段的话,就请你订阅我的patreon频道 是patreon.bennyleung.com 自己进去看 有问题的就WhatsApp给我 852-662-19728 你就会知道怎样订阅patreon频道 言归称传 现在最新的 这一张是上午 香港时间 上午8点18分 这个是GMT 香港时间加分8个钟 8点18分 标准普二500指数期货 阴阳足15分钟 教大家看看 这个是7月2号 7月2号大约4点3 左右 香港收市 4点3加 纽约时间加12个钟 香港 下午4点3 在这里收市 之后 美指期货的走势 包括在美股开市之前 开市途中 开市之后 都一直 不断上升 直至到 去到这个 整个星期收市 看到高位之后 就回落了 最新的 今早 是由高位回落 回到 大概是这些位 但这个位 已经是 比上个星期五 香港收市 高了很多 记住大家是这样看这个表 我们讲股的五大指数 包括 综合指数 恒生指数 国企指数 红酬指数 和科技指数 黄色底 这个表是我做给大家的 真正变动率 对于新的看我这个 投资阴分析的朋友 可能不明白 什么是真正变动率 那我就 稍后有机会慢慢 介绍给大家 这个我发明的一个指标 不只是看 指数 升和跌 那么简单 是看 真正升和跌 是多少 参考了其他因素 配合论位 算出来 五个指数 全部都是跌的 上个星期五港股 表现整体来说 是差的 最差的 是国企指数 跌了2.132% 而相对地较好的 是红酬指数 跌幅只有0.89% 是红酬指数 星期五的成交金额 的比率 即是五大指数 占原货主板市场 成交金额的比率 大家都各自看到 我最重要 就是将成交金额比率 和过去五十个交易日的 平均成交金额比率 比较 看看 在跌市之中 究竟 那些 大户买家 或者大户沽家 入市 是否积极呢 增持得 是否积极呢 综合指数 综合指数 包括反映 大型股 包括二三线股 表现的指数 它是略高的平均 增持得激烈的 蓝筹股更加激烈 43.6% 比40.6% 国企股 一样是那么激烈 红酬股 虽然表现没有那么差 但是它不算激烈的 因为你看到 它的成交金额比率是低于过去50个交易的平均成交金额比率 科技股 激烈的程度 不及得 蓝筹股 和 国技股 我看两者之间的差距 大家就要 学会看这个表 慢慢来 新 看我这个投资影音分析的朋友 上个星期五港股收市的时候 我们是当4.3%的 虽然现货是收4.010分 期货收4.5% 中间位是4.3% 当时美指期货是报 4.312.62 升了0.812% 比在 上个香港上个加日 即是上个星期三收市的时候 我们的五大指数 最重要是看一件事 看他比这个美指期货 究竟 的期间 是偏高和偏低 你见到全部都偏低 偏低的幅度 以科技指数最厉害 偏低了4.8% 就代表港股大市 上个星期五 是严重落后于美股 至于其他这些 怎样用呢 稍后我们在第二段 投资影音分析再和大家说 现货主板市场 非散户主动买股比率 收市的时候 上个星期五 是报47 比53 就表示 非散户的股价 入市态度较为进取 较为非散户的买家 一般是50比50 势均力滴 47比53 当然是 非散户买家 入市态度较为进取 而这个数 要留意的是 低过过5个交易日 平均的比率 53比47 确认上个星期五是一个 淡市 资金正主动卖出 34亿港元 占成交更额 占现货总成交更额 1759亿 1.9% 通常如果不够5% 我就觉得 这个数字 无论是资金正主动买入 资金正主动卖出 无论是蓝色 还是红色 都不重要 都没有什么大体时性 我们是这样分析 我们是这样去分析这个情况 比对过5个交易日 只是计算5个交易日 12345 是录得资金正主动买入 40亿 是增加了 星期四的假期 多过平均的 1358亿 在这么急的跌市 中出现这么大的成交 并非好事 全日卖空金额 是264亿 左右 我们集中看 占总成交更加的比率 是升到17.174% 高于平均的17.01% 这个是启示 启示当日 155 很多职业炒家 入市去买一些 红证 买一些凝固权证 迫使发行商入市 去卖空相关的股票 去做对冲 BBI好淡指标 这个叫 见到的名字 叫做量业浩好淡指标 Bernie Lungs Bull Bear Index 顾名思义 就是我发明的指标 看市好淡 分为四个时段 超短期 短期 中期 长期 亦都分为 五个 指数 1 2 3 4 5 和相关期货的表现 这个相关期货是消点月份 现在是7月份的合约 个别就自己看 个别你看 我教你很简单 你看这个指数 指数期货哪个表现最差 上星期货 不要说上星期货 超短期 表现最差 就当然 对吧 按多了 只有4 0-100 这个指标 国企 国企指数 对吧 期货 没那么差 我们集中看看平均值 平均值 很差 19 18 20 就代表什么 全部都是 很超 很向淡的 市势 港股大市 超短期 短期 中期 都是向淡的 向期 已经 亦都叫做向淡 不过就没有这些 那么向淡 全期向淡 解释 自己看这里 恒生指数 阴阳烛周线图 结束了个星期 这个周线图上边上个星期 一支大阴烛 真的不漂亮 更加一个 穿头破脚的 利淡转向形态 在阴阳烛分析法里 当然 之前的声势 不算是一个持续声势 所以这个 穿头破脚的 利淡转向形态 我们暂时 不需要看得太重 除非有其他 利淡转向形态 再出现 我们集中去看什么 看指标 我们五大指标 现在收市位是低的 保利加通道充足 叫做淡 高的SAR 叫做好能 RSI 是低过 它的五周平均线 所以是淡 STC%K 现在 是低过 它的%D 所以是淡 MACD的difference 是绿色的 是负数来的 这里是负数来的 也都是淡 即是五大指标 之中 只有一个利好 那我们叫 港股 现在 蓝筹股 特别说 恒生指数 代表蓝筹股 有表现 反应 我们就是 形势 叫做 向淡 一好四淡 就是向淡 甚至其他什么的向好 什么的显示向好 慢慢慢慢 你每一天 一路看下看下 我相信你不出两个星期 甚至一星期 你聪明一点 你已经理解了整个情况 这个 指数期 和好淡大户国力情况 也是我发明一个指标 所以你看这段 刚才的分析 就不是就这样跟你说 市升跌 股价升跌 多么简单 是我自己发明的 很多的分析 工具 将结果给大家 首先和大家道歉 上星期五 我这个数字是做错了 因为指错了 数拿错了 现在更正 上星期五 其实 是 偏离值是负数 不是正数 上星期三 到了星期五 都是负数 而是继续负多一点 现在的偏离值 是负652 行子期货 国子期货 去到负291 都是差 已经连续两个加日 代表 加权收市位 无论是 恒指期货 或者国子期货 这个是7月 恒指期货 这边是7月 国子期货 表现都是差 都是低 英国说 低过 加权收市位 低过什么 就是7月份的 大户 加权平均 开仓水平 分别是 28941 恒指期货 还有10694 国子期货 我们的加权平均值 现在的偏离值 加权平均的偏离值 是负 这个我看percentage 比较 你看这个一样 负496 即是负1.714% 国子期货 负209 负1.957% 可以跟大家讲 如果今天 通常我看今天就够了 不过由于今天星期一 怕金 美股什么特别见动 我们看星期二 多数我都不看 如果今天都是负数的话 这一个月月中之前的市况 根据我经验 都八成 整体来说都八成向大行 即是有反弹 就没有正式回升 上个星人五的恒生指数期货 这张是小时图 整体来说 是明显向大走势 国子期货 一样 多数期货 好像跌得急 你见过一开始的位置 那些大音速 这张是小时 15分钟左右 三个多蛋 而收市时后 三个期货合约的两个月份合约 未平双入的正数合计 恒指期货是显著增加 国子期货是增加 多子期货 是 高位是增加 至于增加 和 显著增加 这些是怎样看的 简单讲讲 如果够2.5%的升跌幅 我们叫增加 或者减少 够5% 我们叫显著增加 或者显著减少 记住了 显著增加 同为 增加 代表什么 显著跌市 显著增加 就是代表 上个星期五 外资淡有大户 非常积极地开新仓 今日 蓝筹本应该没有云合 就算跟随美股开始高开 是有少少反弹 跟着整体来说 持续再跌的机会 有百成 而这个 国企股和科技股 就提示 这个战场是哪个只是普通增加 情况亦都一样 不过 可靠性 不是可靠性 就是跌势 就没那么急 因为它不是延绝增加 只是增加 整体来说 今天 就算比你高开 都不是理想 大家小心点 高开 千万不要高追 12个恒生 综合行业指数 通常这招 因为每一招 我给大家看这个表 至于那些 超长线 长线 中线 就不同大家讲 自己看 哪个最强势的 红色 就代表你 适合 投资你资金下去 的行业 的 类别 集中 大家看 超短线 和短线 超短线 现在暂时最强 是必须性消费业指数 和资讯科业指数 短线除这两个之外 不是非必须性 刚才我刚才说了 因为必须性 短线除这两个之外 还有就是 能源业指数 那么你要买一些 做短炒 买一些股票 或者买它的相关 牛证 买它的相关 营购权 就是这些行业 选择 反过来 你要卖空的股票 当然我不建议你这么做 或者你要买相关的行政 买相关的营购权 请看 这块镜子 向这边反过来 看下边的两角 超短线 这边 短线看下边的三个行业 33个行业 以这个成交金额 排列 由上至下 由左至右 最多 看资金流向 资金流向 就是 蓝色 就是资金正主动买入 就是数货积极 整体来说 那个行业里面 红色 就是资金正主动买出 就是货积极 我先看看 多数都是货货 多一点 计算数量 33个行业里面 但是 货货的 金额 软件动乌业 有个B字 就是超过10亿 29亿 几乎 医疗保健液 3.59亿 就不算很多 通常5亿以上 才算多 因为3亿多 还有资讯 科技 器材业 其他金融业 超过3亿 3.9600多万 石油 及天然 电器业 这些是多一点的 在列市之中 有没有数货积极的呢 看看 最积极的 都是只有 地产 3亿6800多万 大家看到 情况 这2亿 1亿 那些不说 自己看 506只 现在最新 506只 恒生 综合指数成分股 我们根据 资金净主动 买入 由大切小排列 最多的是 4 1300万 左右 的 京东 集团 第2位 2.2900万 中远 海巷 第3位 是1亿6000多万 长城汽车 第10位 通常我们看第10位 我给你看 30位 根据我教你看的方法 自己看其他 有个红色的 为什么呢 我会说 我用这个作例子 就说这个 你就自己看 两个 有三只是升的 有六只是跌的 一只没起跌 升的是 中远 海虹 逆史报 曼科企业 和石四药集团 接着我们看 变动率 够不够5% 如果不够 我们就当正常的 升跌幅 就不会看 全部不够 所以不说 再看 过去五个交易日 这里过去五个交易日 暂时是 算上星期五 如果够10% 我们拿出来说 有两只 第一只 累积升幅47% 石四药集团 第二只 累积跌幅22% 三生制药 天南地北 两只股票表现 表现荣辱互健 红色 好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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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代表创52% 新高价7.5% 石四药集团 接着我们就要看 主动买沽比率 主动买沽比率表 怎样看呢 如果 股票那天是 升市的整体 我们就要看 够不够 50比45 升级5比45 如果是跌市 就是够不够 45比55 这才叫做 配不够合 升势 即是配合 是不是有 你升市 是 数货的 数货来升市 好 跌市的 是质货来跌市 那就不好 我们就通常是这样看的 这是基本要求的 不如这样 我们不是看到 红色还是绿色 我们看什么 是看收市位 比如我举个例 中远海虹 收市就升 但如果收市位 20.05 是高过 加权平均 19.06 我才叫它升市 即是说收市的时候 全日买货的 就得到账面利润 明白吗 譬如这种 万货企业 升市 收市 如果看收市价24.45 和家团平均 24.73 相比 是跌市来的 因为买货的 收市价是坐船 那就这样比较 这就是升市 中远海用升市 我们立刻看 主动买股比率 10.40 配合 因为到达55.45 才上 万货企业 是跌市 看一看 跌市之中 都不错 有7 是1.29 跌下来的时候 买家 是很积极的 掃货 即是不畏惧 后市 不会太差 就算不是赛 近日高位 主动买股比率 是这样看的 提一提 这个主动买股比率 是全市场参与者计 不是非省户 不是中户 是大户 大户 再看 主动买股比率 我会和大家特别讲 普通看就教大家看 讲哪些 就是到达 66 比34 或者反过来 到达 36 比64 就代表什么呢 这两个 没有 除了这两个 这两个为什么我说没有呢 如果你够6 例如我数货计 你够66比34 我就说 数货是很积极的 我就会看当日的最低位 就叫做即使重要支持位 不是一定搜到 就是搜到上边就继续好 搜不到就小心 但如果这两个漂亮的 就是这样的 直接到达70比30 刚才依求是66比36 我看即使的低位 就是 上星期的低位 就不是即使重要支持位 直接是一个短期重要支持位 更加重要 短期这么厉害 比如这两个 比亚迪股份的 216 万科企业的 24.3 我说错了 对不起 是万科企业的24.3 和下面的石四药集团的7.01 就是代表是短期的重要支持位 四个字 是不容有失 OK 如果是下次我找到机会找到34比64 或者是40比60 我再说调转怎么看 最后看量比 量比正常来说 就够2.0 我们才开始留意 我教大家 大家自己留意这两只 我会和大家说的就是够3.0 就是3倍 我才值得留意 如果够3倍 举例够3倍 比如举例 这个第一只 京东集团现在不够的 够3倍 我就会特别留意 最高位 最低位 最高最低位 就是 普丹双方激烈增持的范围 看着它向哪边打破 这就有机会呈现单边示范 接着有一个 专业重量分析表 亦都是我发明的 就是我利用真正变动率 加上另一个指标的 加权升降 动力 算出来的加权动力指标 去配合分析 究竟刚才那10只股票 在上星期五 最强是哪10只 数货得最积极 上升动力最大 哪10只 排了次序 第1位是中远海洪 第2位是汇雄 第3位是石四药集团 你看 就是这样一排 剃头3位 看完头3位之后 我们会怎样做 我会跟大家 由今天开始 我会跟大家 看 这3日股票 简单地讲 不是详细分析 详细分析的股票 我们会在第2段 投资影音分析做的 就是我们很详细的 短线中线长线的最新形势 和你计算是升跌幅目标 这样是计算的 好了 讲中远海洪 简单地讲 我设一设一设 就是日线图 通常我看日线图 短线 大家喜欢短线多些 短线 看看指标 刚才教你看了 大家给2秒看一看 3秒 你看到形势是怎样 OK 看到了 SAR 淡 保力加通道 好 这个呢 看一看 低过淡 percent K 是高过percent D 所以是好 淡 就是说 2好3淡 2好3淡就是说 现在 中远海洪 虽然 表现好 上星期 但是短线 2好3淡 依然是偏淡的 既然偏淡 我就小心点阻力位 阻力位 现在他试着这个阻力位 看是站不站到上边 暂时肉眼看 没站到的 阻力位 第一个当然是这个 支持位 既然上星期表现那么好 第二支阳烛出现 那当然 支持位 由这一低位 就上来 这个低位 很简单 看简单 支持位 阻力位 你博不博 这个位 看一看肉眼 看一比一的直播 那当然 短线 是不是 如果短线一定博 你就要 你就要等 将目标 不是 支持位 可以继续放 目标 摆高点 不是说 我喜欢 摆高点 摆高点 那些信号 都没支持我 摆高 还有两好三档 那当然 不看着 那你可以 当然不入市 你只可以 观望 转好点 后低位 买 你会担心 喂 信号转好 你就升贵了 那么 直播又不够 那到时 你的支持位 当然不是放在这里 当然有 有其他方法 有其他方法 我会 其实每天 我 第2段 刚才的分析 每天交易 和你分析的时候 都会教你的技巧 那就探索上 或者你所谓想深入 那当然是订阅我的patreon频道 Pandina 或Diamond会席 每个星期日 上堂 我上了六 我总共上了六 二堂 投资英文教育 教你的 第2只 汇控 汇控 看来短期还是一浪低一浪 市保加通道底 但是 我短炒的人 可能喜欢这类股票 为什么 它跌了那么久 心理上 这个是错的 其实 觉得很容易 很多回升空间 加上上星期 突然转强 你博得不行 不是不行 不通常你都是 叫做什么 赤佬 试沙包 先超短线 博一博 不对路走走 到稳定才加注 即博短线长一点 指示位 当然是 看到的低位 上个星期 44.4 这个什么 随头利好转向形态 希望它站稳在这边 然后最好 升破这边 就可以了 你第一下 当然是 不要拼它升破 当然是 到前面 差一点 你就收钱 先看清楚 宁愿它再冲 真的冲穿了 一浪一 低一浪的形势 被破坏了 你才抠过一个回套 如果有的话 后抽 再买过 宁愿买贵金少少 稳固 没有又怎样 买另一只 指标 1 2 3 4 全部 5个都是淡的 所以短线是不买的 你说超短线薄一薄 这都还可以想想 小处 OK 第3只 又说 第3只 今天说的是 这只石四药集团 哇 这只就漂亮好多了 你看看 升幅 升幅这么高 追不追啊 小心 指标没错全部利好的 你要计值博率 那很简单 你要预计 升到多少 我今天 我当然不会续继 跟你计量度升幅目标啦 你要 计算的话 你每个星期五 在我的 YouTube 里面的 Community 社区那里 你投票 我每个星期都会给你五个投票 或者你建议我 在下个星期 给你哪个投票 投都出来的 我就会详细分析 那只啦 比如你摆高的时候 那你找个止据位 然后计算值博率 就买了 买就买得了 买得的意思 不是即刻买得 买就买得了 如果值博率 够的话 那两样配合 我就买得了 那这个形势是好的 那么简单来说 就是 你三个股票 假设你短线都拿着 那你最安心是这只 不过就要将 子残位 一路 移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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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既得利润 就是这样 那么 那么跟着我们又再翻 再翻 这个表 下边 一会儿我会和大家说的 第2段刚才的分析 详细分析的股票就是周大福 周大福我们初步看日线图 他就升得很劲的 一样好像刚才那只 升得那么劲的 那就去到高位 那会怎样呢 但是好像出了个 类似穿头破脚 第2段 主要的形态 稍后我和大家分 仔细看清楚是不是 那么成交量 亦都是 不小 和上星期三相比 OBV 配合的升势 有两条上升通道 紫色那条 一早就升破了 顶部 蓝色那条 未到的 那会不会 回回少少 只要他搜到这条 蓝色 上升通道底部支持 再挑战上升通道顶部阻力 是可以的 最后 那我每日加日 除非忘记了 试过一两次忘记了 都会和你讲讲 美指期货最新形势 现在是 8.51分 今天硬了 8.51分 现在美指期货是 4337.12 升了0.568% 比上个星期五 港股的 4.15分 这就代表 我们五大指数 合理值 这个是合理值 不是一定开这个 合理 恒生指数 如果升236点 这一刻就合理了 接着 我给三个即使重要的阻力位置 五个指数 三个即使重要的支持位置 如何使用 第二段的投资分析 再和大家讲 这段分析到这里为止 一会见